周琦14年加盟新疆队,作为CBA的第一个赛季 周琦为新疆队出战31场 交出场均14.1分7篮板和3.3盖帽的成绩 获得篮协颁发的最佳新人奖项 16年NBA模拟选秀榜单中 周琦首次入选,并高居首轮17顺位 全面的数据让周琦得到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大魔王的称号不进而走 16-17赛季总决赛第四场 周琦得到18分10个篮板 帮助新疆队以117比109战胜广东队 从而使得新疆队以4比0的总比分 首次成为CBA总冠军 15年长沙亚锦赛 此时的意见连已经伤退 但是中国队依然拿到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卷 周琦在亚锦赛上的高效表现 让球迷对他产生更高的期望 随着周琦的名气的提高 网络上传出周琦耍大牌的声音 就连王氏鹏都公开表示耍大牌 19年的南安市锦赛已经正式更名为世界杯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 周琦一战毁誉 五场比赛场均出战27分钟 却只拿到9分 罚球命中率更是下滑到40% 在于波兰的比赛中 周琦太过浮躁 也可能是紧张 发生两次罚球失误 直接导致了中国对错失赢得比赛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多球迷难以忘怀 盛名之下却两次失误断送比赛 让人感到失望 从这之后周琦多了很多外号 波兰周琦便是其中之一 频频失误和迷之操作 让不少球迷认为周琦是波兰人 多年的沉淀这个外号却依然活跃 在周琦表现不佳的时候 球迷就会用波兰周琦来调侃他 瘦弱的身体和喜欢吃鸡蛋灌饼 以及训练时的迷你哑铃 都引来球迷对他的讥讽他 周琦名声急转直下 而周琦的NBA经历更是成为自己的痛处 16年正式参加NBA选秀大会的周琦 展现出惊人的静态天赋 更是在17年与NBA火箭队正式签约 成为姚明之后 NBA第二位中国球员 与姚明相似的经历让球迷队 周琦即将展开的NBA生涯 表现得更加期待 球迷热心地关注着周琦在NBA的一举一动 整个17到18赛季 周琦代表休斯顿火箭队出战18次 场均出场6.9分钟 得到1.2分1.2篮板和0.8盖帽的数据 平平无奇甚至算得上糟糕的数据 加上火箭队多次将周琦下放 参加所属发展球队的发展联盟 周琦的NBA经历可谓惨淡 18年年底周琦被火箭队裁掉 惨淡的NBA经历基本终结 而在19年的发球失误风波的影响下 球迷总会将其出来与中国南安民宿 异建连的经历做比较 明明拥有超越前辈的天赋 却总是不能打出成绩 加上比赛上神游万里 不够重视比赛 周琦逐渐从天命之子到人人喊打 推出NBA舞台的周琦 再次回到新疆队的怀抱 参加19到20赛季的比赛 周琦代表新疆队出场41次 场均出场33.6分中得到22.2分 13.3篮板1.2抢断 成为当赛季最佳防守球员 20到21赛季 周琦入选CBA最佳阵容 但是由于周琦身在新疆队 新却在辽宁队 而新疆队又不舍得放过这样一个 在CBA中的优秀球员 因此利用联盟规则给周琦顶心续约 那么其他球队自然就没有机会 通过交易得到周琦 此举必定引起周琦的不满 因此周琦通过退出新赛季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新疆队闹掰 覆水难收 周琦与新疆队的纠纷 既然已经到诉诸公堂的地步 而且周琦又已经退出了新赛季 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 尽快找到球队参与赛比就十分重要 就这样周琦宣布加盟NBL 与墨尔本凤凰队签下两年合同 出走CBA加盟NBL的周琦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NBL墨尔本凤凰队与墨尔本联队的比赛 称得上的德比大战 本场比赛周琦回归大魔王 13投10中得到22分效率超高 并摘下10篮板 从出7个盖帽和2个抢断 周琦在本场的表现更是被NBL狂吹 甚至将周琦放在NBL的杂志封面 为了参加23年世界杯预选赛 周琦回归国家队 再是预赛第三窗口期 中国队首场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周琦迅速进入状态 帮助球队稳住局面 本场比赛周琦无疑是球队攻防两端的核心 多次面对包家也能强势得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场地 就是周琦效力的墨尔本凤凰队的场地 现场的球迷对周琦已经十分熟悉 因此这场比赛更像是中国队主场的比赛 在FIBA更新的试预赛数据统计中 四项主要数据中 周琦在场均效率和场均篮板上均排名第三 在第一阶段试预赛中 周琦场均得分16.4分11篮板和22.3的效率 位列全队第一 这次试预赛上周琦的表现 含金量极高 多次在篮下猛击反映出一种很强的打法 尤其是在保护篮板方面 无论是准备前场位置 还是抢篮板后挥动肘部 出色的篮板意识逐渐凸显出来 与以往偶尔姚神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中国南篮的发展历史中 总有内线领导者的出现 从姚明王置之意见连 现在的周琦已有接过的大棋的迹象 但是仍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期望在接下来的试预赛第二成比赛中 周琦继续进步 中文字幕继续进步